310套房出租 我们选择第三类310提案确定 确定 好,我们打开WP03资料夹 打开WPD03这个档案 来,我们来看第一题 将套房出租移至表格上方至中对齐 然后删除第一个表格的第一列 好,这边我们直接选择第一列 到表格工具下的版面配置选择转换为文字 确定 好,那这时候呢 套房出租也会刚好至中 好,将第二个表格移至图片的右方 这个表格要移到右边 所以我们直接把表格选取之后 拉到右边来 好,来,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点击这张图片按右键大小及位置 好,位置我们要垂直的部分 他这边是绝对位置是0.13 按取消 来,所以点选这个表格 好,版面配置的表格内容 好,然后这边位置 这边输入 0.13 好,按确定 确定 好,完成之后呢 接下我们看第三题 将表格内容 09 这一个 这一个表格改为垂直方向 所以我们选择直输横输 然后取消填满色彩 到设计里面 填满选择无色彩 框线套虚线的第三种样式 来,选取表格 到框线及网底 框线这边选择 第三个一二三 第三个虚线样式按确定 好,第四将三个表格重复 相同内容 新增为13栏 所以第一个选取 这个表格做Ctrl-C 点在这里 Ctrl-V 总共13个 所以现在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好,选取整个表格 他要的表格的列高6.2 我们到版面配置 高度这边改为6.2 好,宽度改为1.6 好,然后呢 这边 将第三个表格移到第一页 可以对齐整个页面下方的置中位置 所以我们这边选择表格内容 好 对齐方式置中文绕图 好 选择这一个好 然后位置 好 这边是整个页面的水平是置中 相对于整个页面的锤子是靠下 好,确定 好,确定啊 好,那这样表格就移到第一页下方来 好,来 然后这边我们选择 另存新党 党名改成WPA03 好,关闭档案 选择数科评分案确定 好,评分之后呢 为10分好 所以以上操作步骤正确